处处都是家人啊 哇 都是花啊 花仙子 我们来猜猜接下来这个飞夷项目到底是什么 跟花有关肯定 然后又有长桌是鲜花宴吗 鲜花宴 美 整一个美字了得 这看得太不像是大 你看这个 这个玉佩 这是吃的吗 这不是吧 各位老师大家好 您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来到我的创新花卉菜肴 你好 对 可以这边入座三位老师 好的 好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桌上这菜都是我做的 像艺术品一样 因为云南人有使用鲜花的文化 所以我这菜品都是用鲜花去制作的国风甜品 然后我今天是每一代都以一句师来并名它 所以它叫鲜花丝艳 太好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个叫荷花酥 我给它取的名字叫 映日荷花别样红 它是源于明清时期 然后成为宫廷美食 然后我是特意走访了云南的山区 拜访了百岁老人 请教了他们祖传的那个玫瑰酱 然后将它融入国风的苏典里面 让年轻人会更喜欢它 因为它吃起来会有淡淡的玫瑰香 第二道是紫云心愿移花处 这像是那个糯米糍 对 是年轻人非常喜爱的甜品 选妹娘 对 中间是奶油 就是那种爆浆的那种 一口咬下去 它的皮为什么是紫色 是因为它用云南五彩饭里面的 蝶豆花提取的色素 这个好好吃 然后我们的第三道菜就是牡丹 其实它叫牡丹花上月如霜 对 它其实是用虾仁加新鲜的荷花 中间是虾仁 对 浅淘农礼夭夭 是用新鲜的桂花蜂蜜去做的 触浪莲香洞 它的灵感来自 富德莲夏鱿鱼诗 就是我把读了这首诗的 脑海里想象的画面 全部把它复刻出来 就比如说有桃花树下的凉亭 然后荷叶 还有景里 还有特别适合现在吃的茉莉花 你说这个绿色的是果冻吗 全部都是 那我们要尝一口这春水吗 前面这几个就可以拿来尝试了 我给你们递一下 其实这就是这个是吧 对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我把它做成小份 大家会更方便去做 谢谢 这怎么像天堂呢 北京天堂 我尝一个小果冻 这怎么还咬不上呢 有只小猫 它在我背后 对 你饿了吗 我喜欢一只猫 它要吃 它真的来了 它真的来了 太可爱了 它真的真吃 它的吃相好可爱 对 所以你看 这桌鲜花诗宴 这多有魅力 把这么高冷的猫都吸引来了 感谢二十代 我们品尝的鲜花诗宴 确实是秀色可餐 又好看又好吃 然后我还走访了 当地的一位 鲜花卉菜肴 非遗传承人老师 今天他也来到了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请出 陈生和老师 大家好 你好 陈师傅好 你好 陈老师好 你好 你好 老师请坐 我今天也为各位老师带来了 传统的鲜花菜肴 ì 好 好 妈 太丰盛了 太好看了 这个好精致 这是鲜花饼 秀色可餐 各位老师 这道菜是糖梨花 它算海糖花的一种 纯天然的 它只能是自然的 珍爱玫瑰虾球 那个红色的玫瑰花瓣能吃吗 能吃珍花瓣 这个是南乡蜜果 是兰花和核桃 对 海菜花 在云南只有大理的尔海和 丽江的卢谷府里边有 木棉花 大家比较熟悉的叫攀枝花 把这个花摘回来以后 要去花瓣河 花鳄 芝池中间的花蕊 我们把这个木棉花和海鲜把它搭配在一起 那更能充分地体现它的药性 明白了 或者食补 我觉得我们从小长到大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像我老家是南京 我是江南人 因为江南人可能在食物里面会放桂花比较多 像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桂花糯米糖藕 然后我们家 我爸我妈种了一株糖花 每年开花的时候 他们都会把那个摘下来做汤 但是成一整桌的宴席这样规模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也是感谢我们的飞机船程人 对 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 其实云南的被誉为世界花园 它的花卉植物品种一千多种 但令人吃惊的 其中有七百多种是可以食用的 这才能制成今天这沉浸式的鲜花诗验 这种非物质遗产权 能不断地挖掘这些花卉里面 对人体有益的这些可以食用的这些品种 所以说云南十八怪当中有一怪就是 姑娘四季把花带 因为四季花开不败 而且中国人吃花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 两千多年了 对啊 两千多年的时间 一年前啊 吕氏春秋的本位篇里呢 其实就记载了商代名臣一饮 用这个鲜花来制作美味 然后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 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美食大家 他曾经呢就在尝过了菊花印 他用菊花做的美食之后写下了一篇附 叫后起菊富 来盛赞菊花 不仅品行高洁 而且浑身都是宝 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 唐宋时期呢 这些诗人文豪也特别爱 以花酿酒 借酒抒情 所以我们知道像飞花令啊 也是 对吧 必须要行酒令 必须要有花 对 正所谓春城无处不飞花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云南 对吧 那必须要有美酒相卖 留着瞎早 我们飞语的中国老朋友 卢州老教一九五二 也要为我们来增添一份雅致和酒幸 好嘞 这个是你的对 好 谢谢 来 请 卢州老教一九五二 酒香浓郁 纯齿留香 以酒会友啊 以酒温暖我们每一个人 也以酒来承载我们的历史文化积淀 那我们就一起干杯吧 干杯 干杯 敬生活 敬飞仪 敬历史 舌尖上的鲜花 骨子里的浪漫